翟天玲因为论文问题 从博士后一下子跌到谷底 到现在也没翻身 很多网友也是建议 娱乐圈的明星们 没事别去立什么学霸人设 迟早要崩 没想到的是 这次两位资深女星 陈浩和蒋文莉 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事 有网友发现 在中西的网站上 陈浩的职称是教授 而蒋文莉的职称是副教授 只不过大家也清楚 要是弄个学历还算是简单 但要是凭职称 那可要有硬实力的 比如说发表论文的数量 教学质量 科研水平 等等一系列的考核指标 但凭教授应该是 高校一向很严谨的工作 学术圈更是个容不得糊弄的地方 查了一下陈浩的文献贡献情况 直接是零 真是让人废一所思 估计是舆论的影响力太大 中西也是赶快对相关网页进行修订 不难看出 陈浩如今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 蒋文莉是国家二级演员 也是仅此一位 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中西默默修改官网是不够的 需要给大家一个详细交代 更搞笑的是 虽然是改了一部分内容 但是有些小地方依旧没改掉 比如在这个侧边栏的介绍中 陈浩依旧显示的是教授身份 有网友称 能在演艺圈有好作品 已经是有成就了 就像科技界 有人年纪轻轻有多想发明 但就是上不去 有人什么发明都没有 论字排辈 一堆无用的论文 却能凭上高级之称 而且这应该是工作人员失误 或者工作不严谨 这两位应该不是教授和副教授 应该是享受相同职机待遇 工作人员不知道 这种归到哪个分类里面 一般不得罪人 就高不就低的放呗 大家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装不知道 只不过教授头衔 比演员身份高大上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尤其那些名利双手的演员艺人 有一个教授身份 叫明星艺人 那是天差地别 但陈浩硕士毕业6年 就凭上教授 那是火箭速度 何况硕士论文查诚率超20% 都要求低于5% 但愿是官网编辑的失守所为 否则中国最有品质的 艺术顶流学府中系 也将无法免俗地跌落神坛